历秋过后,原来蚊子活跃期 近日,上海一超市阿姨向顾客分发 秋季蚊虫做西表,帮助人们对抗秋蚊子 做西表的发明者,普赛红阿姨 是一名超市有害生物防治专员 在超市和蚊虫打了13年的交道,经验十足 胡阿姨表示,不少街坊邻里都向她问过除蚊秘籍 人类的烦恼是相通的,毕竟谁也不想被盯上几个蚊子包 于是便做了这个表格,给顾客一些提醒 然后因为我们来的顾客嘛,也就像我们街坊邻居一样,很熟悉 然后我觉得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常识 我觉得做个小表格给他们温馨提示一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做西表里详细介绍了蚊子24小时的现身地点 行为特点,以及不同时间段的沙文妙招 其中不法有蜂蜜加洗洁精加水,沉醋加水等实用除蚊秘籍 蒲阿姨说,蜜蚊虫其实就是一份日常防治工作 要了解蚊虫的习性,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比如像冬天有个月蚊,月冬蚊嘛,就是虫软嘛 蚊子会有四个阶段,它三个阶段都是在水沟里长大的 就是它的软,涌,幼虫 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防治工作 就提早冬天打月冬蚊的药水啊 然后日常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就预防的工作 如何保证超市免受蚊虫干扰?蒲阿姨介绍 她从最早最基础的苍蝇拍到现在物理化学手段一起上 尝试过大大小小五十多种工具 简简单单一个超市的大门 蒲阿姨就设置了六扇门 灭蚊笼,门帘,粘虫纸,蜂木机,粘虫带,灭蚊灯 不仅如此,蒲阿姨还会自制一些又补气 扩大防治蚊虫的范围 蜂蜜它又香又甜嘛,这种小虫就很喜欢 很喜欢闻到这个都会飞过来 那么我们就弄个小罐 里面放点水,放点洗洁精什么的,捏捏的 然后蜂蜜再涂上去引诱它来 它只要一进去就被这种捏的都捏住了嘛 掉水里肯定就有去无回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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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